2023世界女排联赛由今日13号起一连六日在香港体育馆举行 中国女排今晚在首场赛事当中是对战加拿大 最终中国队以3比0战胜加拿大迎来了开门红 第一局比赛开局不到十分钟 中国队就开始以大比分的领先 以25比14迅速拿下第一局 最后又以25比18轻松拿下第二局 在第三局中中国队以29比27分拿下 而现场气氛也是相当的热烈 香港特首李家超也到场观看为国家队加油 不少香港的球迷组成拉拉队 首举国旗在现场加油助威 而体育馆不时爆发出呐喊和欢呼声 那中国女排接下来呢 三场比赛当中将对战的是保加利亚 波兰以及上届冠军意大利队